今天过了一个很开心的下午 我记得我小时候 我爸爸上跟我讲 他说这个戏法 中国人的魔术 以前就叫做变戏法 那变戏法它有很多 很诡异的传说 我不晓得 当然我们现在都是科学的 一切都是科学 比如说我们现在魔术 也都是一种科学的方式 不管你说怎么样的一个 障眼法也好 毕竟它是一个科学 但是我小时候我听到 我家里讲的 他们就是学这个魔术 他们要到那个 在年三十的晚上 要到那个乱葬岗 就乱葬岗是什么 就是公墓去学魔术 那我据说我有一个旧公 他也是很喜欢变魔术 他就到那个乱葬岗去 去学魔术 他煮一锅肉 然后就会有那个怪离怪奇的 那个怪人好了 他就会过来要吃肉 那你就给他一块肉 然后他就教你一个戏法 结果那有一次 他就去煮这个肉 结果来了一个 听说是很高两丈的人 然后就跟他伸手要肉 那那个他给他一块 他吃掉了 他还要 结果那锅里的肉 都被他吃光了 结果那个旧公 我妈妈的旧公一看 他就把那个炉子一推 就赶快跑了 因为他知道 那个吃完的肉 他不教他戏法 他可能要吃人了 结果后来 那个旧公回来以后 因为我妈妈说 他真的会变一些戏法 比方说 他到家里来 他拿着个纸 撕一撕 那时候在大陆是冬天 他撕一撕 他可以吹出了很多蝴蝶 真的蝴蝶在里面飞 但是他不让他们抓他还要收回 那很多印度的魔术 有关这种诡异的这种 很有诡异的这种 像说 你有没有听说过这种 就我倒真的没有听说过 真的没有听说过 我们的年代比较后期一点 没有听说过这些 可能那个 这个也都是增加魔术的一种 神秘感的一种效果 是不是这样 对 其实就我现在听到现在 我自己的感觉啦 是因为魔术师 他常常会碰到一个状况 观众就问说 怎么变的怎么变的 那这些往往是魔术师 最苦恼的一个部分 因为说也不是 不说也不是 有的时候太亲近的朋友 他会觉得说 为什么你不讲 不能讲 那所以 当然对魔术师来讲 是不能说的 对 所以这个其实刚刚讲到 以前这些传说啊 或是什么 其实是很好的一种方法 对 它是增加一种魔术的神秘感 对 因为大家会害怕就是 真的要到墓园什么 那我不要学好了 我想也是 我相信是这样 那那个像美国那个节目 它破解这个魔术 这也不道德啊 对 这不道德 那我有时候看了表演 魔术表演的时候 有些很白目的观众 我知道那是怎样怎样 这个也是很讨厌的 他讲的不见得对 但是他在等会讲 你们会不会碰到 有这样白目的观众 当然会啊 因为现场什么样的观众 都可能会有 尤其是小朋友最有可能发生这样的状况 对 因为他们是属于天真无邪的一个状态 对 但是小朋友说 他说天真无邪的一个状态 那是怎样的 那还好 就是因为他讲的绝对是外行话 如果真的碰到踢管的 他来说那是怎样 一语刀破 那是很难过的事 通常如果说真的是对 就是把魔术当一个职业的人 他是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的 对 因为这是我们大家的一个职业道德 同样对他来讲 他在台上表演 不会希望我们大家去 对他做这样的举动 对 这是互相的 那像那大型表演 像您要做的大型表演 有没有到大到像穿越万里长城这样子 那目前还没有 慢慢就会 慢慢会往这个方向 那想请问 这大型的表演是大到什么样子 那个道具其实都比这边的天花板还要高 那很不容易 那有一种什么逃脱什么 你表演那个吗 都有 哎呀那好危险啊 对 我看一个电影 一个电影也是 他就是要表演逃脱 水箱里头吗 对对对 另外一个人就是 那斧头 对对对 就给他做了一点什么 让他出不来 要靠自己的能力 对如果愿意赞助请播荧幕下旁边的话 我就是说我希望我们观众朋友 如果说看到这个节目以后 我们要多鼓励一些我们这种后期之秀 而且多鼓励我们非常有能力的这些人啊 多请他们来表演这个最重要啊多多请如果说想要请蒋号来表演的可以透过我们立志公司或者是直接跟你联络都可以 你要联络的方式怎么样 就是在网路上 在网路上 直接打你的名字 直接打你的名字 都非常的容易 蒋就是蒋总总的讲号就是一个日一个天 这个名字也非常特别 但台湾人就只有你一个人 这名字一定要特别一点 是的 那我们今天非常开心 在我们蒋大师 称你大师因为不为过 大师不分年纪的 他现在年轻有为 但是他是大师 那我们请到蒋大师来 让我们过了一个非常快乐的下午 非常感谢 那如果说我们年轻的朋友 有什么疑问 或是有什么想学魔术 或是想要表演 想从事这一行 都可以跟我们蒋大师来联络 今天真的好 谢谢他在外面下着大雨 他又那么多样的忙 还愿意来我们这个网络电视台 忙得来宣小 可是观众很多 谢谢你 谢谢